范冰冰已经消失很久了 她出事并非出在偷税漏税上 从现在各种地下传闻 动辄以十亿计的涉案值来看 她的影视工作室应该是涉嫌大规模洗钱 而我将要向各位讲述的就是如何洗钱 洗钱有两种洗法 一种是在国内洗 将非法收入洗白 这个洗法很贵 一般的收费都要30% 洗白100块钱要收30块钱 另一种洗法 则是将国内的钱洗到国外去 俗称资金出逃 洗出国的成本根据方式不同 变动幅度很大 我们先来讲第一种 洗白非法收入 大家都知道 钱这种东西总得是有一个来源 要么你自己做老板挣钱 要么打工挣钱 总归都是来源 科蒙拐骗贪污受贿回来的钱 天然就不合法 拿去存银行 金额少也就算了 银行也懒得理你 但是如果金额太大 达到百万级 银行根据反洗钱法的规定 一定会审查资金流水和收入来源证明 业务合同会被反复翻减 而且就算蒙混过关了一次 下一笔黑钱又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身为一枚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 很有必要了解洗钱的知识 为自己即将挣到的百万千万亿万黑钱 背好几条洗白的路 影视行业天然就很适合洗钱 首先是影视剧的制作 成本不透明 其次是影视剧的收入 无法核实 一收一支 两方面都可以洗 具体来说 在支出方面 群众演员 场景道具 造型化妆 都需要花钱 但是实际花了多少 多少钱的支出 才合理 根本没有客观标准 就拿造型化妆来说 你付给一个 刚成立的策划公司一千万 由他去请一个 所谓的日本大师 设计所谓特别复古的 服装和发型 而且你还明目张胆的 拿这个事出来 做电影宣传 没人敢说这个价有问题 当然了 这家策划公司的股东 如果追查下去 最终一定会查到你自己身上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影视公司也不用公告这些策划合同 如果不是最近 崔永元揭开了盖子 银行税局也不会吃饱了撑得花巨大的时间精力 去追查影视制作资金的最终走向 在影视公司多年的宣传下 愚昧的老百姓 也都相信了搞个造型 都要花几千万的合理性 其实真正付给服装设计师造型师的钱 只有几万块 然而这也是行业内的秘密 大家心照顾宣 特别和谐 当然 除了造型这一块 影视制作的其他方面的支出 同样也是一塌糊涂 比如特效制作 站在栏目前表演 然后用电脑制作背景 请问这到底需要多少成本 请几个程序员熬夜做视频 用不用花几千万上亿的投资 水花都看不到一个 这种问题 根本无从讨论其合理性问题 至于这些钱的最终去向 如果追查一下 也一定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 基于这样的理由 很多影视明星 成立诸多影视制作公司 工作室 策划公司 以及特效公司 承接自己参与的 影视作品的策划造型 后期制作等等工作 也是为了肥水 不留外人田 自己后台老板的钱 自己洗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洗 洗得安心 用得放心 至于影视行业的收入 也一直都是不解之谜 电影可以假造票房 即便因此多交点税前 也无所谓 就当是洗钱的成本了 电视剧 可以假造版权收入 你怎么衡量一部 烂剧值多少钱一集 十万还是百万 一部烂剧作假 做出几个亿的收入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这些收入 被分配到各个假装投资了 该剧的影视工作室 就此洗白 影视行业之外 在国内 把钱洗白的典型行业 还有两个 餐饮和加油站 低端连锁餐饮 尤其是洗钱的最普遍途径 类似潮汕地区的猪脚贩 和广西地区的酸笋粉 这些低端连锁餐饮的背后 与潮汕和广西地区的走私潮 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你根本无从查询 这种连锁餐饮的加盟费用 是怎么回事 到底花了多少采购成本 卖了多少份饭 也无从查询 这些规模庞大的资金的最终流向 加油站同样也是如此 民营加油站的每天 都有巨额的现金流水 资金来来往往 收与之都无法核实 股东构成 也是变幻莫测 乃是洗钱的绝佳途径 与这俩类似的 就是小型连锁市多店 不过市多店被盯得很狠 也已经不是现代的洗钱主流方式 在这些显眼行业之外 还有一个你们可能意识不到的 隐蔽行业 文化出版行业 同样也可以洗钱 尤其是杂志 在支出方面 给作者的版权费 乃至发行费 就已经无法核实 在收入方面 广告收入和杂志销售收入这些 更加难以核查 甚至连销量本身都无法核查 某个已抄袭出名的矮个作家 就因此靠几本杂志 走上了成功之路 后来做大之后 此人还顺理成章的 进入影视行业 也算是一脉相承了 此外 股玩行业也可以洗钱 假装拍卖一件股玩 左手到右手 把拍卖价格推到天价 自己整一个匿名马甲 买下自己的股玩 在前些年 也很是流行 但是股玩拍卖 太吸引眼球 整个股玩圈子也不大 成交价太离谱的话 立刻就是全民话题 银行马上 就会警觉起来 进行资金 穿透追查 这导致前几年 有好几宗 非常轰动的拍卖 最终违约 所以现在 通过股玩拍卖的手段洗钱 已经不常见了 说完了 把钱洗白的事 现在来说 把钱洗出国 说到这里 依然要说回 影视行业 经典模式 是中外核拍片 庞大的 根本说不清楚用途的制作费用 可以毫无嫌疑的 不间断的汇往国外 满足各路资金的 外逃需求 这就是中外核拍片 基本上都是烂片的原因 出去的资金 当然不会真的投资 在影片质量上 而是一哄而逃 以核拍片的形式 出逃资金 应该是目前来说成本 最低效益最好的方式 一部核拍大片的制作成本 动不动就是上亿美元 最后能有几百万美元 真正花在电影制作上 就算不错了 一亿美元计的资金 就此平平稳稳的离境 挑不出任何毛病 除此之外的常用途径 当然就是虚假外贸了 通过虚假的进出口贸易 集装箱货车拖着个空箱子 在海关来回一次 报关单上盖好工章 资金就能合法出国了 所以每逢资金 集中出逃的当口 深圳各大关口 就是集装箱货车排长龙 这也可以作为反向指标 一旦深圳各大关口 突然出现货车排队的事 就意味着资金 在集中出逃了 然而麻烦在于 虚假外贸 是需要消耗时间的 需要一笔笔的凑额度 中国的出口货品 大都是傻大黑粗的 基础工业产品 为数不多的 高新科技产品出口 会受到海关的重点关注 因此虚假外贸 打扮成儿童玩具的最多 基于这样的理由 一车货你绝对不能说 价值千万 这就露线了 只能几十万几十万的凑单 这样子的话 一个亿的资金 要出逃 可能要花三五个月时间 如果嫌虚假外贸 花的时间太长 还可以尝试一下 传说中的地下钱庄 一般都是两头亲的模式 在国内收你的人民币 同时在国外付外会给你 千把几千万的资金规模 地下钱庄几秒内就能搞定 上亿资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也是一两天内的事 关键问题在于走地下钱庄的钱 没有合法性 你在国内付钱给地下钱庄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 很容易被查出蛛丝马迹 而钱庄在国外付给你的外汇 更加没有合法依据可言 乃是你的个人账户上 凭空出现的一笔钱 国外追查洗钱的力度 比国内强悍得多 说不定什么时候 人家的金融管理部门 或者税务部门 就来找你谈话了 要你提供这笔收入的来源证明 然后你就完蛋了 所以把钱洗出国 依靠地下钱庄 只能实现物理出境 但是不能实现合法化 还是虚假外貌的路子 虽然时间慢点 但是更加可靠 今年以来 中国的进口增速 远远超过出口增速 或许就与之有关 另外我强调一下 地下钱庄这两年来 遭遇了严厉的打击 中国政府各相关部门 在查进地下钱庄的问题上 简直是不遗余力 然而这种种严厉的查进 并没有起到什么了不得的作用 地下钱庄 现在依然兴旺发达 对一些手里有点闲钱 想弄出国的中产来说 去香港买可撤销的人寿保险 曾经是一条出逃路子 在国内付费给港资保险公司 然后在香港撤销保险 付出一定的撤保代价 比如扣掉5%到时的保费 就能拿到港币 接下来当然就是兑换美元远走高飞 不过今年以来 借到香港保险出逃的资金 追查的越来越严 恨不得每一笔保单 都要由人民银行审查 所以这条路逐渐也被堵死了 此外 对外投资曾经也是一条出逃的路子 收购国外的足球队之类的 无法合理估值的企业 或者收购酒店之类的资产 当然这条路现在也已经被堵死了 好几个全国性的大企业 也因此被逞到处于兵死状态 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补充意见的话 视频下方留言 一起讨论吧